好吧 真的需要我講話 好久不見了 這些怎麼對這個非常有興趣喔 顯然都是衝著那個年輕人 好吧 謝謝你們這個等我回來 因為我臨時也 以為是七點半已經開很冷了 就是床 然後 然後我們書店一般都真的是七點半 前真的半過了六點半 沒人到七點 又沒人後來就七點半 這樣可以講到 這個軟劇團非常的魅力 那七點就 都要在這裡 那其實今天 這一場 有這種 透過編劇 編劇者 然後 又是戲劇 然後 我想是我們書店比較能人的講座 老師講 就是說 一般過去的演講 我們是大開劇場 那些團令 他們都很不思 不然就是 李建廠 用張玄的魅力都配 報完 這次我真的想不到 不知道要是張玄的好朋友 我們兩次要寫這樣 因為我們上個戲就是跟他們團合 我真的嗎 所以你看 以後你就要寫說那個 張玄的好朋友 然後 會派神秘嘉賓 有口的張玄 有口的 有口的 就 用騙的就有很多人 很多人的時候就有機會 因為老實講 也不是騙 因為很多人都是慕名而來 來了之後 很厲害 那不是在摔機 那是工廳 那就是 我都看不來 可是他聽了之後 每一個幾乎都可以來看 我相信 騰鄉應該沒有那個能產 或者能辦何種 已經聽到 所以這個可以看見 這個 我們的 看起來很像同學而已 這個非常的 真的 看不出來 這個 補像是七八歲這樣 演戲的都會很年輕 那 姓簡是大靈嗎 沒有 原理 當化原理 我們這裡 姓氏 那個 大拿幹 美容河 看到姓氏在我們這個區域 就是 有固定的 地盤 大拿幹 原理 真的 大理 要給他 那個 好 好 謝謝你 好 大概是這樣 因為 很感謝 晚上要租第三個時候 明陽床 再來 明陽床 好 好 那 因為他們 那個 那 對對對 他們那裡 那個辦公室不好 喔 辦公室那裡 什麼時候就 魂牧區 對 都太好了 因為 整宿也好 那個演戲都會 喔一位 有靈異 有靈異 也不一定 那個 不太容易 入生 注意過 其實都會 好好的 入生 就不得了 你演戲喔 沒有 對對對 對啊 知識都聽到動靜 謝謝 對 各位 我們這一次越來越有希望 我們 這個 藝文推廣課 新片的 還代理嗎 對我代理而已 好 代理的 那個 那個都沒這種執行 啊我出事 那是你的事 管理又這麼好 這讚 最夯最漂亮的 那個 代理科長 要給他介紹 我們嘉義很道地 我姓蕭 對對對 我不是想一下 蕭跟簡才是 都一起 一起 一些國際 我每次來到洪遙說 我都覺得很高興跟他聊天 所以我做到媽的 你知道 對 今天我們 就是也很謝謝 紅雅書房 跟忍運團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 就是委託忍運團 辦了大概四場的 戲劇講座 他第一點都是 在那個 我們比較特色的店家 希望大家用很輕鬆的 態度跟心情 然後去第一次講座 對 然後 紅雅書房是 第二次辦 那其實也有很多的 都是 欸 之前有看過的熟面 那也很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今天很高興 邀請到 簡老師來幫我們 他人去講 那 因為我看到那個老師 要講的題目啊 我就說 我就想說 欸 為什麼 為什麼是突然的走上 新劇之路 為什麼蠻突然 對 就是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可能 他都會有一個夢想 也許也是戲劇的夢想 或是夢想 但是 你怎麼 你要有什麼樣的過程 你可以去 接觸到這個戲劇 或是接觸到你的夢想 然後去完成它 那我等一下也請老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 叫掌聲歡迎 我可以幫我把這一次嗎 好 然後 好 這是我今天的題目 隨著垃圾車的音樂 而開 然後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教化原因人 然後 因為我的學歷一定要PO出來 大家就知道 真的很突然 因為我原本 我是讀巧信國獎 然後味道中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 我是台中那一家 天主教私立學校 然後武華高中 然後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想讀的是有類學 然後我就跑去讀了那個 那個東華大學的原住民人 與傳播學系 然後 就我的主修 好像是阿美主修吧 但我都忘記了 然後 後來之後才轉學去那個 文化大學戲劇系 然後我沒有顯示 我在文化大學戲劇系 好像還有 不是好像 是真的還有 休學過一次 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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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一位休學之後 我就跑去了一個 那個 秀運團體 叫日春 所以我進來這邊 就有一種 很熟悉的感覺 回家回家 所以你要來玉山女社再講一場 因為 因為 你們那裡有做過黑的 有什麼 做過黑的 好 好 對 然後 沒有要消費你的意思 對 然後就是在 在 在 在生日團體的時候就是 反正就有在了 跑日日春跟那個 國際 勞工協會 就是 然後也 對 TWA 然後也當過那個 也幫印尼人教我 也去教印尼人中文 然後也去那個 工商協會 應該就是說我大學的時候 都是在那個 在 在生日團體 混亂 對 然後 但是我對那個 環境很失望 對戲劇系很失望 然後 可是在戲劇系的時候 可是你同時面臨到 就是 就是 因為你會 你會覺得可能 生日的事情是重要的 同時你也面臨到 對自己 對自己想要 就自己的能力 可以發揮在哪邊 的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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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要去讀那個 劇本創作研究 然後呢 然後 反正 我就是 但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 就做了一個 一個畢業製作 然後我就開始 陸續去接了 接了很多的 因為那個畢業製作 好像也被一些老師喜歡 然後陸續去就接了很多的 然後我陸續去就接了很多的 然後我今年就接了非常多的 因為就是 非常的剛好 然後最近 剛剛完成的是那個 這個 沙漆比亞貝比劇團的 希望王EP 好像這兩位 有來看 對 然後 我有帶他的節目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欸大家知道 詹雨小紅嗎 知道嗎 對對對 就是他改變一個那個 上班族 部落庫的那個 部落庭 然後 他有跟他就非常的好笑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 他帶了一個 一個 鬍子面具 就筆筆面具 然後大家可以 然後 然後 劇團就想說要用這種 這種 玩具的風格包裝 然後大家可以把它去看一下 其實不要打菜我還沒看 對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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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漆比亞樂劇團的 的 那個 做臉部書小美容 他是在做那個 臉書的 就是 然後還有就是 然後 在最近的是那個 欸 第一時間好了 最早是那個 外表港實驗團的 就是 外表港實驗團就是 之前來的那個 李建廠他的團 就是這個團 這個氣是這樣的合作 然後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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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叫春眠 然後之前剛去過北京也 就是我有在節目展示 大家已經 把他去看一下 因為 要不然想說 想說 稍微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做過什麼事這樣 然後 春眠是改變那個 一個加拿大小說家 叫愛麗之夢若 的小說 然後那個小說 基本上 就在寫 就那個戲子 基本上是在寫 一對那個 反正就是一個跟 跟獅子政有關 對 然後 再接下來是那個 嗯 德劇場的那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叫懶惰 然後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劇本 大家也有時候去看一下 然後那是改變黃碧 然後還有接下來 就是那個女 女結的 女變的余智我 然後他是在寫那個 一對女同志 然後其中一個想要去變性 然後 然後他們的故事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這也是劇本 大家可以把它去看一下 然後 但做這些事情 比較 就跟紅特色就是有 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 就是 田野調查 就是 對 就是 就是做出面的時候 因為他跟獅子政有關 然後我就還有去那個 去那個 那個 那個 安養中心 然後 然後去那個 做女結那個戲的時候 就有去參加那個 那個跨世者的版劇這樣子 然後反正之後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 主要會說 嗯 很突然 欸對 很突然是 是 是 喔對 是 這個是 之前那個 那個 王愛羅的報道 然後 我就覺得 欸他都寫好 我就直接把它趴下來 然後 對 他就是 對他就是 主要就是說 說 說我為什麼會 會去念戲劇就對了 然後 欸對 他都寫好 他說我讀東華大學的這個戲 然後就看到 陳其文的白水 然後我覺得那個戲 非常的棒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對那個戲 就是知不知道 他改變那個 白蛇 白蛇傳 然後他用四個男生去演 然後就寫 寫得很有戲曲的韻律 然後 就是 那90年代的作品 然後那個時候 就非常有一種 就是 就是 當然他一定 潛在偷渡一些同志的東西 然後他 就是我覺得他非常的 那個戲非常的棒 然後 然後我那個時候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在 原住民語言傳播的 這件事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他跟我的 整個生命過程 還蠻 還蠻類似的 就是 就是我從小就比較 比較 比較會 比較會 同情邊緣的事物 就比如說 比如說我在念味道中學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味道中學很紅的飲料 就是寶寶冰 然後有紅茶冰 跟奶茶冰 然後有一天 就是 就是 每次都進了 桂圓紅棗茶 就是 桂圓紅棗茶冰 然後 那桂圓紅棗茶就是 因為好像是很養生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不想喝 然後就是 冰箱就是 滿滿都是桂圓紅棗茶 然後我就覺得 桂圓紅棗茶 他們非常的可憐 就是 就是 被大家冷落這樣 然後 然後從此之後 我就每天都會 每天就是 周五跟棒球都會去買兩罐桂圓紅棗茶 就是 今天就有一種 我要 我要 我要幫助桂圓紅棗茶 就是這樣 可是我感受這樣 對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的一種 一種 一種 潛在的情像 可能因為我生命領數有很多酒 這樣 不知道你唱不唱聽這個 對 但我就是有 我有三個酒 對 你們不知道嗎 生命領數 對 然後 然後再加上就是 然後再加上 好像我 因為小時候家裡一些不愉快 我相信家裡 小時候大家家裡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然後 而且我媽媽 很早就過世了 就是 也沒有很早 不是 她很早就生病 就是 她在我國中的期間 她就得了核癌症這樣 然後 然後 所以 反正就是這些事情讓我就是 就是 反正小時候就是個 奔事嫉妒的那個 的 的小孩就對了 然後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就很想看人類學的書 然後 我就跑去考了那個 原住民語言語長波學系 然後 那時候就是抱著一種 美麗野蠻人的幻想 就是 想要去了解 什麼是邊緣文化這樣 然後 沒想到 我到那邊去的時候 發現自己變成邊緣了這樣 就是 因為 因為那邊就是 比較有趣的是 就是 大家可能都會 戲上都會分組 你就會分成 排灣家族 阿美家族 然後 散夏家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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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不是漢人 我就沒有 我就 就他們也是漢人 就是隨便你加入一個 人住民家族 然後我就加入排灣家族 然後 然後就是我跟他們也做得很好 他們就覺得說 你內在也是個 排灣族人 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心裡也覺得 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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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為認同 但是說到底就是排灣族的事情 我其實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而且我其實沒有認同感 去跟他們參與 以及討論 就是我雖然喜歡他們的文化 可是我對他們的文化 並沒有認同 就是 而且也再加上 戲上那時候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 什麼 什麼南島羽族大會阿 譬如說 什麼 什麼 什麼去山上砍柴 或者是去參加一些特殊的 研討會的時候 他都會特別希望 你是 你有原住民族的身份 然後 那我其實沒有 然後那時候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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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原住民文化雖然喜歡 可是 畢竟他們不是我的認同 所以我沒有辦法 繼續在這條路上 學習下去 對 然後而且我也 而且我也對語言學 跟傳播學 完全沒有興趣 這樣 就是 那些對我來說好像也 好像也太困難了 對啊 然後我的分數技術 就比較像是 就是 我在學語言學的時候 明明就是 因為你知道語言學 他就是要學 學什麼音質 音素 就是 什麼唇齒音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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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覺得那一種會非常困難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那時候好像研究考驗 我只有拿50分鐘 因為我都不會回答 我就寫一些 老師你不覺得語言就是一種騙人的東西嗎?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 一個騙人的東西的這種學問是什麼的? 就是反正是跟他亂回答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那個是 但那個也是基於我的一個過程 就是要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對不對 然後後來到了文化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想稍稍去學戲劇 可是我又覺得說 那邊覺得還蠻繞的 欸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習慣去劇場看戲 就是有嗎? 有這個就是有看過戲的手一下好不好 欸欸?喔其實還蠻多人的 好 然後 然後就是 對然後可是去戲劇系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就是 嗯 嗯 還蠻失望的 就是會覺得 反正就很失望就對了 就是為什麼失望就是 啊 就不要說我 就不要說以前學校的壞話 然後 然後我就休息 我就在那個 我就跑回我家 就是因為也沒事幹 我就看了兩個月的卡通 是真的 就是 對 然後後來就 然後後來就是跑回台北 因為真的也太沒事幹 我就跑去看了那個 看了一個活動叫女線影展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放一個片叫 《竹竹工生》 就是日日春藝工 拍他們自己教日日春的工艙阿姨 欸大家知道日日春嗎 就是幫工艙協會 幫工艙爭取那個 爭取權益的組織 對 然後 之前 反正之前也 得到一個小小的成功這樣 然後 對啊 然後 就是那個 那個紀錄片就在教你怎麼 你怎麼幫小姐做那個私物處 就是跟他們一起做私物處就對了 然後我看了 然後那時候 現場就有他們的秘書 跟 跟一些 跟錢工艙 然後我就 然後因為 那是早上十點電影 然後都沒有人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看起來非常的可憐 他們就一直跟大家說 跟大家一直講一些日春的事情 然後 然後也都 也都不太有人理會他們 因為人真的很少 大概就三四個吧 然後我就跑去幹嘛 反正我現在休學沒事幹 我也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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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日春幫忙 然後 反正我後來就誤打誤裝就去了 然後我就大概 大概將近五年 對啊 然後我在那邊就是 就是 得到 最短頭就是 得到很多東西 就開始學會 不會用那麼分世紀錄的角度看世界 而覺得 而覺得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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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個世界是 體系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講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之前 常常去那個龍山 的街頭 做那個體調 就是在深夜的時候 去跟工廠聊天 然後 那個我就非常的可怕 因為我 因為我是個中產階級的小孩 然後 然後我爸是彰化的體材主 所以我沒有想過 我會在 我 就我生命中會認識這些人 這樣子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 六七十歲七八十歲的 很 很老的流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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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很老的 原住民太太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那時候就是 可能 有在街上 就是就來了一群光鮮亮麗的 那個 那個原住民 年輕原住民小姐 就對了 然後 然後 然後跟我一起去的姐姐 就跟我說 欸他們是那個 新竹的 山上的部落的 就是下來工作的 然後他就問我 你知道為什麼會 來到城市工作嗎 然後我就說 欸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我們那些 那些之前 新竹山上的時候 剛發現一個 那個圖石流 就是 就是他們 反正他們可能 有的房子就 就可能就半倒 然後但還 還夠不到 這種不要指數的程度 然後他們就是跟 因為他們有 有線 有門路嘛 所以他們就 就姐姐妹妹 表姐表妹一起 牽到 一起牽線到城市來 就是 賣營就對了 然後 然後他就跟我說 所以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土石流是單純的環保問題 可是就是 其實 其實並沒有 他其實跟很多 你可能社會上 看到的事情 很多都是 牽在一起 就是這是一整個 就是 不管有 有什麼樣的 小缺陋 可能都是 在上源頭的 那時候就發生了 對啊 然後 我就慢慢那個時候 才開始知道 知道這些事情 對啊 那這算是我的例子 然後 對 然後我就稍微 我要介紹一下我 我 我 我上次的那個 那個 作品 等一下 喔對 然後 喔對 然後我再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好就是 就是 喔 這個是我 就是我的那個 第一個戲 然後 就是 我跟我的那個 雙胞胎姐姐一起演的 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個人是編劑導演 然後 大家可以傳 大家可以傳上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戲是在日日春做的 然後 然後我送到她姐姐 就是她現在在日本學那個 自然農法 就是MOA系統的那個自然農法 對啊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 然後那個戲就是 然後那個戲就是在我們家 就 我就在寫我們家的註事 因為對家裡的事情是說 然後太憤怒了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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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這個戲 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很想要換個性子給她聽一下 讓她給她聽一下 讓她給她聽一下 對 有拉拔嗎 對 然後 那個戲主要 然後那個戲在做的時候 那個時候主要 因為我 我姐姐的那個 那個厭遲症很嚴重 就是 因為她那時候就是 就是 她就是會一直吹吐跟 暴死 欸 她不理我 有 你有一個 有嗎 有嗎 有 有 啊有 謝謝 蛤?這個喔? 可以...可以坐嗎? 嗯,然後我覺得這首歌是一個很好的創作 這個是Tenso Natsashi 的歌 平紅啊 平紅啊用香酒香 嘿嘿嘿 這首歌基本上我也是唱,她唱到五眠這樣子 然後她是一個宮湯小姐唱的 你當我什麼是兵服,又有轉眼風 我也是千天秋姐,不也不驚不動 你當我什麼是人生,又有轉眼風 我也是 멤��jos 又有轉眼風 我不是說我才會不動 當初 君依時 冰土買到有春 啊 君依壓地中春花 有冰土 是風中的蠟燭 咱要用聲唱香 啊 君依壓地中春花 人生 是後天的春花 要出花 讓平常見 雖然是無人 無天天這條路 雖然是一家賺錢 去什麼湯現消 啊 上路頭的蠟燭 咱不換掉 哎呦 換吃飲食 吃飲食 看的飲食 愛人 和 愛人 千多年 喔 啊 今晚耶 而 Change 太空 會變給你 就是那個義工一起合唱 辛勞是皇家沿著烙爹臟的迷 scrut 奶焖 x5 Toyain 阿uf está miami 阿敬 咸菜 咸菜 荷 fifteen ñ sentences 人生是客业的灵魂 带来来听兵戒 一夜是无人看人情在这条路 今晚是情的感情 生一通见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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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了 Même在我中间的感情 伺一本 好 然后会棒是 因为呢 我觉得那个创作这件事就是 就是呢 就是呢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 就是对每个人 就是对我自己来说 就一定都是跟 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然後就是你可能就是 所以我才說我整個創作的起點是一個 是憤怒 就是一開始是對家裡的憤怒 然後是對社會的憤怒 所以我才會在 一開始是在日日春寫會做的那個 叫我們那個小戲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黑白照片 然後那個黑白照片 然後那個戲就是在剪 就是反正就是在寫 寫我家裡的事情 在寫那個我姐姐的厭死症 因為她那時候就是厭死很嚴重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就只是用地上去放一些體重計 然後給一些簡單的語句 然後是一個大概二三十分鐘的小品這樣子 然後就算是多少那個戲就是比較 那個安放的 對就是對家裡的憤怒這樣子 然後 嗯 對 然後所以 對啊 然後我自己現階段的一個小感覺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可以處理的題材是有限的 然後 就是你自己 以及你自己的愛好就是 就是對人人不覺的材料 對啊 然後 然後也因為在 在在在 在 因為在社運傳體的關係 一定是 一定是我對那個東西在乎 對啊 然後 所以我 所以我之後就是做了 反正就是 也是做一個戲叫第八日 然後就叫劇本 然後那個戲是在 在寫那個 糧食 糧食問題 就是 就是 因為是跟一個環保 環保單位合作 然後這是劇本 大家 然後 反正都收入在 都收入在我 衛生紙事刊 然後 然後那個 對 對 然後 嗯 然後可是也因為 但後來會 但後來會離開 以生育團體 為 為 為主要舞台的 藝文創作 也是因為 怎麼說 因為開始覺得 那個東西就好像 好像是 有點不夠 就是 而且 也因為那時候發生 發生 就是 那時候比較 比較 比較有趣的是那個 那時候台北比較 發生的是可能像 三陰部落的抗爭 就是這些事情 然後成三陰部落 西州部落 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 當然社群團體就會集結 想要去抗爭嘛 然後 可是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像那個 嗯 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是 侯孝賢 好像還去跟 好龍兵談 就是 就是就好像 好像好龍兵第二天 就立刻出現在那個 西州部落了 然後 然後 當然之前 就是 可能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自己就是去 去做了 很多次的抗議啊 然後 然後也做了很多行動 可是 政府都 不理不睬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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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然後 當然 好像 你當然也不能說 都是 侯孝賢的功勞 但是就是 因為一定有 一定有基層的社群人員 一直不斷的在支撐這件事情 然後 可是我就開始覺得說 就是 覺得說 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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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算 以前的理想是可以 用 用作品去為 那個 自己的信念發生 去為 去為社群發生 去為自己 自己 支持的事情發生 可是發現 你如果 但如果你 但後來發現說 如果你沒有在 穿過上 得到一定的認可的話 就是 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 有人會 鳥你 就是 因為我之前 五年 很多 很多次都在 街頭 演 演行動劇 然後 然後參加那個 就是可能日日春的一些 國 國際長際文化劇 然後就上去表演一些 就是一些 一些行動劇 對啊 但我後來發現 那些東西 就是 並沒有累積 然後 也完全沒有人要鳥你 就是 就是 除非你像 侯孝潛一樣大咖 或是你像 戴藝人一樣大咖 你要戴藝人臉書 每天 兩三千人在那邊按讚 對啊 然後 就是你如果沒有真的 走到 一定程度的 的 一個狀態的話 根本就是 就是 就是 你想要用作品 為什麼是你發生 這件事情是不是 沒有 沒有人會鳥你 就我那個時候 就有這種感覺 對啊 然後 所以 所以我之後就是 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 把我之後就是 就是把 把我的舞台比較轉向 那個 就是 就是戲劇打表 然後